高中女生小五跟随母亲从东京转学来到乡下的一所高中学校上学 入学第一天 老师贴心地安排另一个以前也是从东京转来的学生 施奶带她熟悉环境 为了融入小团体 小五向班上的领头大姐优理示好 并说了一些优理的发型好看之类的话 优理也夸小五会说话 正在这时 女同学施奶无脸大哭起来 护诉着自己在初中时被小五一行人霸凌过 不想再见到她 心里好难受 说完就跑了出去 疑惑不解的小五赶忙追了出来 而原本一副可怜样子的施奶突然脸色一变 幸灾乐祸地看着小五 诉说当年上初中时被小五的朋友欺负 还将她的头按在马桶水里面 并剪断了她的头发 而那时小五却在一旁袖手旁观 所以她也要让小五体验一下同样的痛苦 这下全班人都知道小五以前是霸凌者 都开始针对她了 第二天 女同学小静往小五的头上倒水 愤怒的小五扭头离开教室 关门时误伤了小静 此时施奶谎称 自己以前也是以同样的方式被欺负过 这更加引起同学们对小五的仇视 班上的男同学 有的叫她滚回去 有的则选择冷眼旁观 在课堂上还互相发消息 吐敲小五 而施奶在暗地里沾沾自喜 优理未展现她大姐大的风采 带头欺负小五 第二天早上 在她的桌子上写下去死 建货等文字 还把她的书扔进垃圾桶里 在上文化节时 优理等人在小五的脸上涂鸦 而班主任站在窗外 看到这一切却无动于衷 这让大家很不理解 有一次 优理等人将小五关在学校的一个仓库里出不来 过了许久 一行人来到了仓库门口开门 看到小五小便失禁 而这已经触碰到了她的底线 羞愧的小五 并没有委屈的流泪 反而把内裤脱下来 啪的一声 摔在了优理小跟班的脸上 班主任在收到千岁同学 交的匿名举报七零的纸条后 反而把纸条交给了优理 同学们对小五的事情议论纷纷 而湿奶则躲在卫生间狂笑 此时此刻 如果小五不在沉默中爆发 就在沉默中灭亡 索性的是 小五选择了爆发 她先回东京 和以前的朋友玩了几天 染完头发 又重新回到了学校 优理质问 谁写的纸条 小五主动承认 是她做的 这让千岁逃过一劫 当然 小五也免不了再次被羞辱 回家的路上 千岁感谢小五 替她扛了下来 小五心声一记 她让千岁 偷来优理的手机 伪造了一份聊天记录 把聊天记录拿给小静看 让她误认为 自己将是下一个被欺凌的对象 这竟然间接导致 她从楼梯上摔下来 班上流传 是优理把小静推倒的 小五也在暗地里 将施奶威胁嘲笑自己的言语 偷偷录了下来 并发布在网站上 经过这一系列的挑拨离间 优理和施奶成为了重视之地 优理也终于尝到了 小五孤独的滋味 大家也终于知道了 施奶的真面目 这个表面惹人脸的姑娘 竟然是个神经细细 心理不正常的恶毒少女 小五最后也大彻大悟了 质问同学们 到底谁是霸凌者 谁又是被霸凌的人 她无法原谅自己 但她更无法原谅的是 班里麻木不仁的同学们 从不伸出援手 从不对抗霸凌者 这些冷漠的人 才是真正无法原谅的